超乎我们十度的上升 而且有交通 里边都在偏远上去 所以你看这等于说就是一个 小的功能性的结构 它可以让 末梢的农民的斗子 透过他们可以 开始在这一条 他的冒农进来跑 那他们对于一个村子 通常会成为第一线收购者 他就是掌控的一个区域的农民 我的公算大概是 二十个到一百多个农民 那当地是一个不流动的农村收购 所以这二十个 或者是几十个农民 比辈子很可能 他的果实 他会有那么多的农充给这个 第一线收购者的农村 所以他那很深的一种 社会的感觉 那他们农民没有钱的时候 他那么没有钱 他们就会跟这一个 第一线收购者去进行 所以他有那种区域的那种 鬼石的代表 所以他是很重要的 那同时如果说你要买生豆 你要买一个豆子 你大概很难直接的农民 为什么 他除了刚才这两个原因之外 他会有基础性的生产社 就是你豆子 他推回那个模式 收过来之后 他怎样的有出口 在往那地方标准的 半水系的生活 他要去品 他要经过这个水 初步掌握这些生产工具 就是平常生活的 他家裡就會有 有些人就變成機器 他會有發射材 他會有很多工具 他那個 基本上曬咖啡 就不會有很多工具 一般弄音是沒有這樣子 開個高度的資本 去用這個 我想請問 你說的會是 你的弄音朋友 他是擁有 中原的 家庭的家庭 那是 聽你的 好 聽我講 好 庄園這個東西 呃 他在全世界的咖啡 我有帶地圖 我們可以講的地圖 全世界咖啡有三大生存圈 就是中南美洲是最大的 熱帶美洲 然後 熱帶美洲 那 那莊園最成熟的是莊園的莊園 那莊園是什么意思 莊園意味着 那个所谓的 我应该讲是陈酒的莊園 她的莊園其实有点 概念像是借用红酒莊園 因为红酒对莊園很多苦战 而且是很重要 她是一个农村的某个林林迈 她是一个大的船口 她有一个当然很强的出口能力 莊園意味着说 她掌握最优扬或不受控制的品牌 那这个菩萨園 菩萨園的第一个是 菩萨園 她葡萨園 因为每个庄园都有独家里 掌握的菌种 比方说你做面包也好 像大家都强调说是 用那种比较自己去培养那种 好的菌种 可是咖啡的专业比较 她讲究你的品种 好的就觉得咖啡的品种 然后她觉得整个种植的那种 是比较精致的 就是比较东方式都那么集约的 技术很密集的 好好的可以照顾 然后第三个她采授的时候 她会用圈入人 圈熟的那种植 第四个呢 中间制成 中间制成是台湾的 所以咖啡比较尿窄 很好的水 这几个他们都是用 Quality的一种 那就是刚才的 不错それ以来 在各位来 karşijn 很精致Oh racing 又说 我们也是那些 你号砰低 你号砰低 比较多 就是 知名随力 看整 Chen 巧 我们可能要 C de la cat 我们我觉得 他们要 gle simply 所以,不要這麼說,是很好的 這個,要看你要走的當然是 如果你走公民貿易的話 你去找一個教民主要來做 這個是概念上是比較熟的 我所謂不通的意思是說 公民貿易其實是要這樣 那種植咖啡的人 就是農民作為補助的事 你給他的回饋會是比較好的 不好意思,是不是好像是要去 我們的朋友是擁有土地對不對 所以你指的是小農或是電農 小農,主要是小農 所以如果他有二十五公尺 是 是 大 OK 通常 譬如在台灣文,你說台灣文是什麼 我理解一下 台灣文是,我們是點心跟小農 我們單位一個人 不管是哪一種 我們單位一個人 我們單位一個人 兩十個 對,有樹的樹 和樹 你能不能超過一個人 一甲地 已經算是很 很的 通常大概就是 三五分,五六分,六七分 你有超過一甲一個hacker 已經,一甲跟一個hacker 只差一點點 我覺得如果 以我的理解來講 我會把定在 持有大概是 一公尺 這個比較小 這個比較小 這跟人能夠去公共的尺度 世界各國 我們那個地方 一定那個地方 你通常一個人 一個hacker 已經是一個人 那你可以到最多的1.5個 可是如果說你超過的 比如說你個人耕作 你的勞動 可以去複合的話 你必須請 其實已經開始可以 某種程度的 所以你要走的是 精緻咖啡的優先 或者說你要對 當地的整體的農業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 所以你要先想好 或許你可以跟 現在那個朋友 然後再去擴大 各種類型 可是它不提升你 像我因為不像我們那邊的狀況 我們那邊 一個農的一年 如果平均快 差不多一個hacker 他一年的成績 是將於500公司 我現在一年大概 來大陸的 尋傳 所以其實 其實只要16個 我就可以滿足 我可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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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怎麼 怎麼去推那個東西 我講的是整體系 你自己做的 比如說 比如說 假設我跟16個同學 在那邊說 好 不管怎樣 你能重 只要16個同學 只要16個同學 你要知道台灣的量很少 而且你一開始做的時候 所以它 你進來之後還有很嚴重的 然後你賣的東西 因為這個地方還想扣 所以 你沒有很多 之後你可以在裡面 可是你要先決定你重要 而且你決定你內容是重要的 你要追求咖啡 然後你要去 把那個豆子拿來台灣 試一下 如果你要追求咖啡 這個在一般咖啡店裡面 或者咖啡專業的東西 他們的評價是OK 這東西它是重要的 要切到上面 來 請稍微就這問題 請稍微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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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問題 最後在大大方上 沒關係 你可以問他 那如果就是你會把這個定義為公平貓物 或是在你伴授的東西上面 就是會標示是公平貓物的嗎 然後我這問什麼 我可以請問他有假的公平貓物嗎 他標示的公平貓物其實他更重視 大部分 我可以請問他 為什麼好像沒有 不知道有一點事 他本來就不然 我不行 我先講一個類似 可能就類似的概念 就是勇氣 我們應該在上位有概念 叫做可能叫做如理事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是整體的那邊這麼大的問題 所以大家現在冰箱 有沒有 好多的家電 他會開始有不同的 有些雕食會出來 比如說CXC的水 冰箱要用到很厲害 然後他會用到很厲害 所以你怎麼樣 就是這個消毒 那福利潘荒這個東西 就是造成臭癌 突破壞 所以大概在十多年前 大概工業界就去開發 CFC的替代品 那你記住說現在就是一個國家的危險 很多台灣人大居 國家要很多 從來年份開始之後 你只要是冰箱不冷氣 你一定要用對環境友善 所以他會給你的表情 OK 那比如說省電 比如說省電他會給你的表情 有機這個時候爭議就很大 有機的開始是怎麼樣 我剛才我在你爸媽那個禮拜 或我阿公阿媽那個禮拜 他們生活得很有勁 有機的動力必須確認到是二戰之後 對 遺色革命的事情 遺色革命主要就是用農藥的化合 去支撐人房業主要是用水 去養一種地球人都在爆炸 那農藥化肥用久 副作用跟他的負責就開始出現 這都是很晚自己的事情 農藥化肥變成是 就是 開始是農民標準用的失貨 我想他跟我們成為一個素質 主流不會成為素質 可是呢 他用了沒有多久 我相信大概只要 只要用了十年以上 大概就會出現一種 所以整個人人類開始去死 所以開始出現一種 對土地無害有勝 對人的健康也是比較好的 總體能夠反復歸真的一種 有機的出身體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有機關係是這個 可是你看對照現在的有機 他開始主流的話 是要轉化 所以現在在淡淡有機的那種主 很多的同律 他們關心是什麼 當統一開始是基因有機的時候 你覺得統一是關心的這個 關心這個 他還有很多 當他變成了這個東西 當代其實大的有問題是什麼 資本主流的體質 這個體質 這個體質是龐大 你生活在裡面是什麼 就要控制 我們還生活在很多體質裡面 比如說 我常講 我自己會想說 我現在是神經病 慢慢是你的 好 我都會用心靠 人間有很不曉得的事 人家又是很扎實 但是那個父權的品質 我們是活在那個父權的品質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反應過程期 我們生活在地憲內的體質 我們說讓資本主義的體質平台 覺得自己很快樂 所以一遇到大的資本主義體質 就會變成一種財團 就會開始用這個東西去賺錢 永濟、生育、完全變得不一樣 真正堅持說閃門的價值 對土地永善、對生態永善、對健康永善 這樣的一種非常幾乎是人性尊嚴的 基本人權有這種慰藉的這種價值 因為主流、生育體系會打這些東西 擷取多、越來越多